电视器画面左上角看到一辆黑轿车回转 下一秒有辆机车摔在车旁 但黑轿车只停了一下下就离开 这起车祸发生地点是在台南市 当时开车的中信男子是来到永康区知名老店买布丁 买完开车离开时发生事故 当下男子拉下车窗看了一眼 觉得没撞到对方就离开 不过警方根据监视器画面 认为就是因为他违规回转 造成一名歧视摔车 因此将他依肇事逃逸送办 警方强调车祸事故的认定 只要有义方驾驶的行为 跟车祸有因果关系就算肇事 虽然中信男子事后赔了一万元 但是对方没撤告 因此被法院判处六个月徒刑 警方呼吁类似状况 像是违规停车而导致摔车异位 违庭的驾驶员都可能吃上官司 华视新闻刘涵生邱军平 许富杰台南报 我是吴亦璇 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 现在就打开华视的YouTube频道 按下订阅 还要开启小铃铛哦